好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現在大家擔心 這本土疫情的案例 每天都新增 那麼Omicron威脅到社區 剛剛也看到了很多民眾 大家都要來急忙的強打第三劑 今天是開放了 那可以看到順暢了許多 但是現在呢 在這個本土個案 其實已經創下了 單日的新高的整部分 因為Omicron它的變異株 其實傳播速度快 潛伏期是比較短的 有可能會縮短檢疫的天數嗎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 要請專家來討論 朝著縮短檢疫的日期 這個方向來走 看到是台大的公衛學院教授 陳秀熙 陳秀熙教授也建議了 他說現在防疫的思維必須要改變 針對Omicron提升保護力 是更加的重要 跟對抗過去呢 這些的病毒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建議等到農曆春節過後 就可以考慮要來縮短入境的檢疫天數 你可以看到他認為說 14天能夠改成5天 那麼解隔的標準 發病之後10天可以改5天 入境檢疫就是在春節之後 再來縮短從14改成5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隔離5天之後外出還是戴口罩 那麼居家觀察10天的話 是禁止大眾運輸工具的 跟過去那一個這樣的一個 檢疫標準跟現在來比的話 未來在春節過後很可能 在檢疫的期間能夠縮短一些 讓陸近的旅客請繼續往前走 日前啟動入境落地篩檢 不少境外案例都被驗出 目前入境台灣民眾還是採14天 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 加上7天自主健康管理 或春節專案放寬7天防疫旅館 7天再加檢疫加上7天自主管理 指揮官陳時中17號提出 未來將縮短檢疫天數 看起來現在的一個潛伏期是比較短的 那未來如果能夠把這事情 那觀察世界的一個情況 那會嘲笑 把檢疫的日期縮短的方向來走 台大公衛學者陳秀熙建議 農曆春節後 Omicron應該已經完全取代Delta 可以考慮縮短入境檢疫天數 從14天改為5天 因為像是美國去年就可以放 無症狀確診者隔離天數 從10天縮短為5天 後天可外出但必須強制戴口罩 另外日本也縮短入境 駒隔時間減為10天 只要你能關口篩查 通過了這個檢疫的時間 縮短成5天或者3天 基本上這個是合情合理的一個 試行辦法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恩祥表示 將請專家討論 評估國際情勢 參考國內的個案實證研究 但感染Delta者並不適用 但問題是入境可以篩檢確診 但病毒經定序 通常需要2到3天的時間 要如何分辨 確診者是感染Delta Delta它的病毒的載量會比較高 含量會比較高 所以不適合會有風險 不能減短跌離期間 醫師認為還需要看之後 Omicron與Delta入境確診比例 再來實施縮短減一天數 會比較保險 記者陳姦 陳嘉倫 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Omicron針對了幾個症狀 要提醒大家 傳染力強 途徑多元 輕症化 流感化 也就是說呢 一開始你可能沒有太明顯的感受 流鼻涕啦 全身疲勞 頭痛打噴嚏 喉嚨痛 這些跟感冒很類似的個症狀 其實是感染了Omicron 現在每天境外一入爆炸 尤其是美國入境的班機 確診率非常的高 陽性率高 但指揮中心怎麼樣 就是不對美國 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 反倒是在大陸 可能在未來兩周 會取消或是暫停 所有來自美國的航班 防堵疫情 藍軍就炮轟了 難道防疫都要分國籍 還是看到美國就腿軟嗎 大家你認為 又是一個政治的考量 在聊天室幫我加一 航班落地 國門不斷篩出恐怖確診者 境外一入不斷爆炸 17號境外一入48例 美國就有28例 毫無意外佔最多將近六成 而在機場現場採檢入境旅客 美國陽性率更達8.18% 自春節方案開始 各界不斷要求 把美國列入重點高風險國家 指揮中心反而是把所有國家 都列為高風險 並沒有對美國入境班機和旅客 做任何檢疫改變 境外一入的確診的案件 也大部分是從美國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也必須要求CDC 把國門把它給顧得更好 在春節這段時間 可能還要再更嚴格一些 現在專家也呼籲應該縮減美國航班 指揮中心仍舊不聽 為提高防疫力度 連大陸都沿你十九號起停飛 所有美國飛往大陸的航班 至少兩個星期 台灣不但沒強化邊境管制 連對美國言一點都不肯 一半以上我們這邊是來自美國 那大陸現在是用 果斷的 用這個熔斷的方式 指揮中心卻不敢 不敢把美國列入高風險國家 這就已經是政治去影響的防疫 在這個部分不要看到 譬如說美國或者所謂 跟民進黨友好的一些國家 那就腿軟 真的不懂防疫指揮中心 難道連防疫都要分國籍 難道連防疫都怕得罪任何國家嗎 連續境外一路 迅速拖垮台灣疫情 就怕執政者防疫在意識形態下去 春節疫情大爆發 後果又是全民承擔 記者年幼城李璇 SG小組台北報導 因為疫情升溫了嘛 所以很多人要趕快來打 打疫苗打第三劑 現在呢在莫德納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哇 這麼多人打 BNT相較起來冷清很多 屏東東港今天有兩大的疫苗接種站 同時開打 有莫德納、BNT 而且在這邊隨鬥隨打 人氣果然差很多 施打莫德納的一大早 就已經來排隊了 從室內排到室外限量400劑 不到一小時全部排完 另外邊打是BNT 一個小時打不到40個人 人氣差很多 民眾排隊快排到馬路上 莫德納隨到隨打 限量400劑 就怕打不到有人搶頭箱 一早6點40分就來 屏東東港兩處大型接種站 同時開打 禁思堂打的是莫德納 系統預約700劑 隨到隨打一天限量400劑 一早就有人排隊 還提早開打 有人晚來就打不到 另外一邊在東港福音醫院 打的是BNT 隨到隨打600劑 打氣差很多 兩邊人潮一座比較 光看排隊民眾 莫德納大勝BNT 前兩期是打AD 想說打BNT應該不錯 副作用比較少 手比較不會痠痛 家裡人有打BNT 同樣是疫苗保護力 還是有民眾 以副作用為優先考量 嚴防本土疫情 強打第三劑 不同疫苗同時開打 卻人氣打不同 記者張聰華林之會 評論報導 好現在民眾來強打疫苗 在台北市的部分 柯文哲市長也表示 他要來推行的是疫苗 通行證也就是大家俗稱的疫苗護照 為什麼呢 因為讓這個餐飲業者 還能夠繼續營業 而且他也說了 如果說用疫苗護照的話 那麼八成的民眾 可以去尾牙 現在很可能最快 1月20號就會上路 那分成三個燈號 分別是綠燈還有黃燈還有紅燈 那綠燈的話 就是已經施打兩劑了 黃燈是已經施打了一劑 那紅燈的話 就表示你都沒有施打 那透過一個數位的證明 就能夠知道 到底打了幾劑 那確實 現在其實呢 大家依舊還是擔心 尤其在源頭 在這個桃園聯邦銀行的 漸行分行爆發的群聚 停業四天 其實今天本來應該是要來復業的 但是到了上班時間 還是沒有人來 今天還是繼續營業 那附近的店家也休業了 因為就算開了業 大家也不敢來 像是空城一樣 店家哀嚎連連 尤其是在旁邊的菜飲業 可以看到 因為現在都沒有人來 所以就有這個店家說 他在這邊開餐廳開了15年了 從來沒有生意這麼慘過 一天只有1000塊的營業了 上班時間到了 沒員工上班 銀行裡頭依舊一片空蕩蕩 聯邦銀行 報群聚停業四天後 18號原本預計復業 但大門口仍然貼著 暫停營業告示 宣布繼續停業 連帶附近店家也不敢開門 我們上禮拜六就已經 就是有休兩天了 我們全家都採檢 銀行內部環境採檢24處 沒有污染全陰性 但還是不復業 民眾不敢靠近原本熱鬧的學區 如今周遭晚如空城 一片羞條慘兮兮 大概是下滑多少 最少7層有吧 我沒有做過一天 只做一千多塊而已 我開15年耶 很擔心啦 那附近店家 每家都哀哀叫 很像那種剛開的店 就只有打暢銀的份而已 4.3級也沒那麼慘 人案例持續狂飆 桃源民眾人心惶惶 14天來社區採檢站 就採了3萬3千人 中立自強篩檢站 即便是平日早上 也出現大排長農人潮 民眾頂著低溫風雨 也要搶篩 去過細體吃飯 怕上個禮拜六來 還不到10個人 剛才排到後面 我嚇一跳 差不多400個人左右 有在船的 有感染啊 篩檢一下比較安心啦 蠻擔心的 班上突然有一個人確診 那就可能全班都要停課 桃源七所學校 因為學生 曾與確診者接觸 預防性停課後 全數篩檢陰性 18號恢復實體上課 學校也將安排BNT專案接種 就怕疫情持續擴大 一收收不完 記者黃毅俊 黃玉蘭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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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